哈喽,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要来带了我们的DIY创意与灵感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想和我们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我们春天或者是春秋天都可以佩戴的这样的一个围巾 然后也可以做成围博 那我们呢,现在就来跟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毛线 是来自于我们的Creative这样的一个牌子 然后是适合的是我们比较粗一点的勾针 然后这里面的话呢,是50克,150米长 然后适合的是我们的6号的勾针 如果是要做的比较大一点的像衣服的话呢 可能是需要一个更大一点的这个,更多一点的毛线 我们可以把它先打开来看一下 我们是先从这边开始 然后就是从这里呢,开始进行勾针 然后这里把它放上去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针 然后像这样呢,我们是先要织它的一个平针 14针,15针 16针,17针,18针 19针,20针 现在呢,已经是它这个围巾的一个宽度 我们可以再给它织一些的回去 这就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围巾的一个宽度 我们现在呢,是从这边开始给它做它的一个高度 我们把它穿回去 从这上面呢,是给它做它的一个短针 然后再给它往下继续进行勾针 然后这里呢,还会有到我们的短针 然后这个时候呢,再给它穿过来 这边再给它拉一下 这里呢,再给它穿回来 现在呢,这里就已经是快要做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它从这边开始 我们还需要四个短针 把它转过来 在这里呢,是要去给它转过来 再可以把它转回去 然后让它的整个针角之间呢,非常的空一些 我们现在呢,也是要把它放到这里 这里 这里是把它放它的一个短针 然后直到把它我们这个全部的都给它放上去 可以看到这下面的话呢 最后一个我们可以把它放到这边 这里呢,也是要把它放进去 这边呢,我们也是做了四个的短针 我们现在这里呢,会把它继续地进行一下的勾芝 好了,这里呢,就是我们中间的一个结果 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呢,是慢慢地把它继续地变长了 然后它的颜色呢,也是慢慢地变得更粉色了 也是非常的好看 非常非常的简单 但是我觉得它也是非常的好看 非常舒适,非常柔软的一个颜色 可以看到它的毛线呢,也是非常的清 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大小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剩下来的一些的线 这边呢,我们也是可以把它重新地把它这个织起来 然后或者你是可以把它放在一起 我们大概这里呢,也是适合的是一个长的一个围巾 如果你想要做更短一些的话呢 或者是更这个更加的松散一些 你可以把它的这个小的空间变得更大一些 然后它这个空洞之间的话呢,是变得更大一些 如果喜欢的话呢,不要忘了可以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或者是可以直接订阅我们的频道 频道是每天每周都会定期推出新的视频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再见 再见 再见